盘点Procreate 5.2版本的新功能 咱们最关心的涂层问题 它终于增加了 第一 要升级到OS15 第二 运行内存不低于6G的iPad Pro 我查了一下 只有这几款 该有人哭了吧 现在最大能有6亿个涂层 以前顶天的iPad50个 相同的尺寸下 新版本能是原来涂层的两倍多 第二 历史颜色记录 就是之前你们羡慕只有Pro才有的这一栏 现在只要大于9.7英寸的 全都有了 这个超赞 找用过的颜色特方便 找最近用过的笔刷也变方便了 你最近用过的 自动被整理在这里 最多能记录8个 可以左滑 删除 或者置顶 左侧这里还可以记录你常用的笔刷尺寸 我之前勾线为了粗细统一 真的是硬机呀 它可以最多记录4个 可以随时调用 如果不需要了 就删除 下面不透明度 也一样能记录 然后就是在设置里面 把这个Single Touch Gestures Companion打开 然后就多了个这玩意儿 然后你点一下它 你就可以单手移动 单手缩放 我觉得有点鸡肋 可能是为特殊人群设置的吧 接着调整下面不是有图层和Pencil两个模式吗 挪到这儿来了 这样切换的时候更方便了 不用像之前一样再退出去弄了 然后在调色板里面增加了大调色板 这个反正就是看着爽罢了 而且你还可以改名字 新功能还没说完 期待下期吧